这就是北方买电动车的后果 哎呦 直接开车 就冲住了 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雪啊 今天我媳妇想出去逛天 咱看一下咱的特斯拉 还能不能开着呢 哈哈 看这车都被冻住了 给大家看看 我的特斯拉被冻住了 你硬开肯定开不开 看看能打开吗 哎 能打开 但是玻璃没落下来啊 走在那儿去啊 我都用不去的 我看能关上门吗 别使用关 不行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特斯拉啊 关不成 为什么 因为它这块做的正好卡住 就这个位置做工不好 正好就卡着个玻璃 冷吗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边 我的妈也冰雪爱 还不知道谁爸的爱情 先开满风 火力全开 就剩70公里都续好了 车动动呢也不行 这车门都关不太上了 我都不敢硬关 怕把玻璃卡烂了 这车牌也全被盖了 这就是北方买电动车的后果 哎呦 别开不开 别 冻住了 别冻住了 这玻璃降不上来 这护士镜也冻住了 哎呦 卖子 哎我的天啊 太冷了 冷吗 冷吗 炸风吧 现在开始清理鸡雪 你别我还关上厂门 这个老太太疯了 咱这车开不了了 赶紧糊了 玩起来真开心 咱车都没法开了 你这么开心 开了暖风之后 冰开始慢慢画 你看那师傅给我自然能睡 你揍他 你欺负你揍他 我欺负你揍他 反正我说打进去 这个车不需要走断 一直要动 你看看后边能打开了吗 估计还冻着呢 哎呀 玩玩来 慢点 玻璃碎了啊 你看看这边能打开吗 按一下 按不动 按不动打不开啊 看来是冻住了 试试 哎 玻璃没降下来 不行 坏了 鱼杆去没立起来 这辆车一共是四个门 现在只有一个门弄打开 剩下这三个门都打开 都动了 所以在北方真心不太电 一旦要买电动车 说良心话 去年这个电动车 我冲过一次电 跑过七八十公里 就没电了 主要是我上班 今天就开十几公里 一周就不行了 这婆媳俩干了还挺开心 加油 啊 一起回奔我们的牌子弄出来 要不是吴正商 啊 弄死他 实在是太能了 行了行了 差不多行了 咱可以走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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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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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慢降落 再慢慢降落 哎 好了可以打开了 大家最好不要买这种无边框呢 冻子就下游蓝呀 玻璃上不去啊 这玻璃摇不上去了 不是我说 这玻璃真上不来了 就让他走吧 这怎么快趁走啊 能不能动死我啊 好多人都说我 为什么要买这个电动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只有电牌买不了油车呀 在北京摇油车 我看起来比这种彩事还要难 我们只有一个新能量彩照 只能买纯电动 所以就买成 没办法 终于打好干净了 可以出发出去玩了 走吧 我看看还能开吗 你啊能走呢 没问题 出发出去玩了 不然那几分钟呢 就要充电了 所以不建议北方的朋友买纯电动啊 要不然就跟我一样 走一路充一路 冲子还在这儿玩 电池正在加热 先解冻再充电 你破了呀 咋的呀 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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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师傅和小孩一样 给他那长大 生了孩子就长大 冲了六分钟了 一公里都能冲进去 冲它冲会吧 看这里没有抓电池 没一定有的 冲人片子不只影响续航 还影响冲电 冲电变慢了 冲了七八分钟了 他冲进去一公里 以后的朋友们 一定还要买电超 这种体验多好 谁体验过